林老師 慧老師 各位醫工 各位同學 大家下午好 我叫簡秀琼 我在今年的一月份 我也上過了高級班的課 三月份我又到了桃園去復訓高級班 我今天要分享的就是我的媽媽 那事實上我在去年的十月份 我已經分享過我媽媽了 因為我媽媽的這個 我媽媽今年九十六歲 那她一直以來 她的身體狀況還蠻多的 但是透過長身學 會一一的克服的 那去年我分享 見證她的那個神情已經很多 但是我今天要講的 除了說她跟剛剛那位師姐講的 她九十六歲 頭髮是從後面 一直黑黑黑到前面 只剩一點點反射 這也是我的家人的狀況 因為今天我最開心的是 我的小妹她看了八個妹 今天也終於來上課了 那還有就是我的主婿也來了 我的表妹 還有我的那個表妹婿 那還有一個是最照顧我的寶貝 還有我一個乾弟弟 今天都來了 都來上課 那我今天要見證的是 我媽媽 她那個她沒有做過醫美 可是她的臉好像是 用那個運斗燙過一樣 那個那個那個皺紋真的 幾乎都看不見 真的太神奇了 那然後她的脊椎側彎 也調好了 那我今天最重要要分享她的 不是她的改善 而是她九十六歲 所以在三月份的時候 那我們到桃園去上課 那因為她 我弟弟那個不放心 她一個人在家 所以就把她一起帶過去 可是因為她沒有在那個 條理站實習過 也沒有寫心的報告 所以基本上 她是不能夠上高級班的課 但是因為她老人家沒有人照顧 那我弟弟跟我弟弟 又那麼渴望想要再復訓 所以呢 我們桃園 桃園三月份的時候 過去那我弟弟就跟那個師姐講 說能不能讓我媽媽上高級班的課 後來師姐也很慈悲 一聽到我媽媽是九十六歲 結果就通融 就讓她來上課 那她在接受林老師的開學之後 那因為林老師在開學之前有講 開完學的人有可能有一些症狀 阿姨要事先知道 有的人就是那個可能腹穴 要腹穴就會拉肚子這樣子 那結果我媽媽剛好就是開完線回去 就是狂拉 那因為如果沒有聽到那個林老師 事先講 那我們一定會很緊張 因為九十六歲如果一直腹穴一直拉肚子拉肚子 那很恐怖的 那免疫系統會急速下降 那後來因為我們聽了林老師的話 我們就心裡很肚定 那經過大概兩三天的拉肚子 後來就跑了 那好了在上個禮拜 在上個禮拜我去看我媽媽 然後我弟弟就跟我說 他說二姐二姐 我跟你講 媽媽現在手的能量比我們幾兩累 我說哪有可能 他又沒有去實習 怎麼可能也沒有幫人家調 那他說那你給他試試看 那我說好 我就我就請我媽媽幫我調腎臟 結果我在讓他調腎臟的時候 我感受到一股那個能量是非常的強 就有點像那個虎俠小說在發風那樣 一波一波的進來 沒有感覺 真的非常非常容易 然後幫我調好之後 他的手摸著我的手 真的居然他的手是看的 我說太不可思議了 長生血竟然讓一個96歲的老人家 也能夠擁有這樣的一個能量 那原來我媽媽也是有做功課的 因為他每天早上兩個鐘頭 跟下午兩個鐘頭 他是接受電調的 那每天他一定要靜坐一個小時 然後晚上睡覺前 我弟弟跟我弟弟非常的孝順 他用手調幫他調 一個多小時 所以他每天就持續 這樣總共加起來 六個多小時 難怪他的那個功力會這麼強 那其實一般96歲的人 通常都已經是仰賴兒女在照顧了 兒女也很負擔的 可是呢 我媽媽因為接觸了長生血之後呢 他不但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而且他還可以幫我弟弟調整 因為我弟弟耳鳴 那個有酸痛的問題 結果他也一樣喔 每天幫我弟弟調半個小時 所以呢 他的能量才這麼強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要呼籲是說 長生血他沒有 藍魚牢騷的限制 年齡再大 只要你深信 我講的是深信 因為相信的話 你碰到問題 你碰到一些事情 那你就放棄了 那如果是深信的話 你就會排除萬能 持續做這個長生血 這個練功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我要恭喜各位 你們今天能夠來到這個都方 一起長生血 真是你們的福報 那我們給自己掌聲鼓勵 最後呢 也要感謝 最要感謝的是 那個薇老師 林老師 還有所有的義工 才能夠成就 這麼龐大的一個慈善團體 能夠照顧這麼多 這麼多的一些有病痛的人 在這個地方 深深一鞠躬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來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